我們又回來,恭祝大家聖誕快樂 雖然是錄音話給人聽,但24日今晚播出來 聖誕前夕 我們擦天伴訪,聖誕節的枝爺 如果在看直播的人都很厲害 一定有人看 我覺得平安夜倒數很離奇 難道耶穌是12時正出生的 耶穌是哪一天出生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要倒數呢 因為是拜火教的傳統 這個是幾個問題 我們先說這個 好 因為當羅馬的天主教 能夠成為了國教正教合一之後 一定要把自己的教先放棄 所以是拜火教會做很多事情 因為一神教一定要排斥其他的宗教 其他不是他的神就要完結了 所以在拜火教裏面太陽的神的生日 本來是我們21日做東 在Celtic文化裏面叫做Yale Stay Yale Stay最有名的看法就是在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第三集說到他約一個女兒出去 約一個韓國妹出去做Party 那Party在大陸的譯 和台灣的譯 都譯成聖誕舞會 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他們這些這樣的 應該是做東 沒錯 中藝叫做東 在Celtic文化叫做Yale Yale Party 就是做東 為什麼做東會成為一個這麼重要的節日呢 因為在北半球 那個太陽回歸線 北回歸線 去到那天之後 就剛剛回頭了 即是過了那天 日頭就開始長了 每日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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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日方長 但是那天就是日頭最短的日 沒錯 接著每日 即是新的希望來了 新的光明是每日增長的 即是等於私人說來講的 冬天已經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 沒錯 所以這一天在農業的國家來說 是很重視的 因為那時候 是以北半球的文化 擔心了地球 所以它跟南半球 剛剛相反 剛剛相反 但這就是等於我們所說的 匹極泰來 匹極泰來 你現在講易經 差不多一樣 全部互通的 潘師傅 因為中國 那我又要開班 有學員 我來報名 我又要給你一點酒 那就不要 這樣就說你會抽水 是啊 政治不正確 這個Yelstay 就是那時候的中土 又即是在羅馬的文化 未曾殺到歐洲和英國的時候 這個是原始的歐洲文化 和英國文化 我想問太陽神 因為這個拜火教 我們有一集講過 但我不是很有印象 有一個叫曼士達 是曼士達 就是現在的車 是的 接著有另一個 Soliditarian 那個太陽神有沒有形象 因為有些神好像沒有形象 這個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過 拜火教 現在我講的是歐洲Celtic的民間宗教 當然也有在希臘的時候 也有太陽神阿波羅 剛才那個就是波斯尼的拜火教 這些都是在歐洲和中東 就是中亞世亞的那些 就是中亞世亞的那些 大家不同 同時跟基督教 就是猶太教在打仗 就是在砌的 互砌的 所以如果羅馬的宗教 得到Blessing 就是說有一個羅馬帝國正教合一 能夠支持到 他是軍力支持的 不是就這樣支持 不是精神支持 不是精神支持 武力支持 你不聽說是砌你的 即是他跟穆肯脈就差不多 一手拿可蘭經 一手拿劍 一定是砌的 避手避手 一定砌的 不砌 不砌 怎麼服你 說笑嗎 所以 就把這個這樣的 10月25日 就移了外來 做了 耶穌的生日 他們最重要的人的一個生日 他就是要穿鑿附會 這個是一個 就是故意 就是故意 是用來押了你的位 其實 始觀你所說的 他全部有個普尺 好像復活節 他就說耶穌受難又升天 但是那個Easter 又是原本Celtic 已經有過節日 有很多東西說的 今天講不完 那些講不完 先講了節日的來源 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 自從東邊的東正教 脫離了羅馬天主教的時候 他就沒有把這樣的傳統 就搬了去他的東正教 所以東正教 他也一樣講耶穌 是1月6日 是耶穌大 兩個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1月6日 是耶穌大 這個就是希臘 和歐洲 東歐的國家 巴爾幹的國家 和俄羅斯 這個就是因為歷法的問題 講一下最簡單的 用最簡單的方法講 大家不懂得聽 為什麼叫十月革命呢 就是俄羅斯 一個東正教 其實那時候 不是俄羅斯的十月 不是世界公園的十月 公園那個就是十一月 是十一月 沒錯 為什麼差那麼久 原來因為他那時候 不跟羅馬天宣教 教皇定的歷法 因為所有教皇定的歷法 都是教皇定的 Greg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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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跟你 為什麼要跟女 很不同的教 為什麼不可以不跟 為什麼呢 因為你跟那個歷法 去做良作 死掉了 都不是那個時間 因為你差了幾日子 他只有三百六十 沒有五日 累積了 整天整天就 差一年了 趁機會 就把他 抖回 所以 在中間有一幾年 是沒有了幾日的 即是沒有了幾日 要硬要把他砌 對 這個 有時候慢慢有機會再講 我那些書就講完了 不過今天 趁星安節 買不到 你快點家人 不是我的事 你本書好像買不到 是鵬仔 我問你拿一本 我幫你拿一本 我也控制不到 是嗎 我想看 送給他 我去書局自己買 不用你告訴我哪裏 有我去買 你幫我先命 延歸正傳 今天聖誕節 恭喜大家 聖誕快樂之後 我想 對不起 我想加一句 可以嗎 可以加一句 你說耶穌 硬將他變成十月二十五日 生日 不是耶穌是教會 耶穌不知道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耶穌幾日 耶穌其實有生日 但教會將他定了十月二十五日 剛才哥倫所說的 是傻的倒數 是指示正的出生 十二點正 就會當一聲 那些人就會慶祝 那天只是二十五日 非常傻 但另一個我也覺得傻的 即使我是佛教 就是觀仔音菩薩聖誕 地藏菩薩聖誕 即使你說 那幾個菩薩聖誕 其實是很傻 因為除了釋迦牟利佛 是有在地球出生過 其餘那些菩薩 全部沒有在地球出生過 所以他硬幫他找了日子 說他那天出生 即是觀音彈 是的 觀音彈 地藏彈 大世智菩薩誕 這些全部拿來講 即是生安伯俗 但這個有原因 今天這個台 二人化 沒錯 它是二人化 它是一個方便禪 這個世界 全教是把一些抽象的東西 傳給你聽 要你相信 這些抽象的東西 是普羅大眾沒有受過教育的 是很難告訴你抽象的 於是有方便的方法 行方便門 佛教跟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 就是他肯行方便門 其他宗教不肯的 他越講越深 如果你去讀一個神學 你就拿命了 為什麼呢 神學是把基督教 變成有理化 理性化 它是用了希臘的古哲學 來陷入去 解得到頭頭是道的 但這個解釋要學很多 越講越深 佛教跟道傳 越講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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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方便到 普羅大眾都應該 聽得明白的 很簡單 就好像百語經裡面 沒有讀過書的人都知道 千萬不要講深 講深就能夠救到別人 你要好深也可以 你講宗觀 你明白嗎 不需要的 你可以講到好深 花鹽經講到你頭都癢 金剛經還癢 有心有恥 但是他剛才學次官所說 他的方便禪就是吸納普羅大眾 即是我媽媽那些 其實他的用途不是說 想得到多些教眾 他是想普道眾生 眾生要有一個目標 他變成普道的宗教 發揮了本來的宗教作用 不是我多個人就多人捐錢 不是這樣的意思 又不是我做到一個勢力 我這個教有一個影響世界的勢力 他不是講這些 他只是講普道理 所以有意識上的不同 不過今天不是講 我們今天不是如是我 不是如是我 我講了另一件事 可以講出你的戲目的內容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心意的 因為我去過李生大使 即是不惜公本 弄了一個慈山寺 裡面聽過那些道理 他有一個很大的觀音像 為什麼把觀音變成一個 這麼和愛可親的女性 都是一種方便的事情 其實觀音的形象 觀音真身的響點 其實是不知的 可以是男人可以是女人 三十三上領 那是什麼 但是他變成一個 這樣和愛可親的女人 當你受苦受難的時候 你看到他 你就會有一種畏直 還有這個 今天我們不能在這裏講 這裏講不完 為什麼宗教一定有一個女人 有一個聖母 有原因 有社會學的原因 有心理學的原因 就不是基督教說 這個叫聖母教 為什麼要用聖母 聖母都不關你的事 都不是耶穌 後面有原因 你不認識他 跟他講那麼多都無謂 講回正題 正如蜜宗裏面有雙身的佛像 其實不是那個意思 不是說要搞事的意思 好了 今天講回正題 講到這個 特首的選戰 我們月旦人物 先講女人 你月旦 葉劉 葉劉講了 賴媽 葉劉講幾天都講不完 你再講 我怕的是 隔了一個星期六陰 但現在我們出街是24號 今天已經發生了很多事 難道他當選了嗎 是嗎 不是當選了明年 你又講從他現在 我就這樣說 我問吧 如果葉劉當選 你們兩個有什麼反應 我就這樣說 我扔出來 嘩 嘩 嘩 你又怎樣 我已經拍桌而起了 我沒有預算他 你已經預算了 你已經預算了 我回來的 如果葉劉做了特首 我想香港所有事情都要向下沉 就是什麼都會死 是的 你知道每個台都要講一下陰謀 猜一下中央的意思 你們又覺得中央有沒有可能被葉劉當選 都說了 都說不喜歡女人 上一集都說了 憑雞思臣 我就這樣說 我不只不喜歡女人 就是這個人 你不喜歡女人 不是 不只不喜歡女人做特首 真的要講清楚一些 就好像黃飛鴻說那些 我看到你阿姐洗澡 茶 你老爸昨天過了新 家寶 我們不講這些 慣得興嗎 就是不喜歡女人做特首 但是不只這樣 葉劉這個相 是的 戳眉戳眼 這樣歪嘴 妙嘴又要歪的 我想 就算習近平 要選 都未必會選他 你就想想想 很多人選 你就想想 這麼多人都有握手相 他有沒有 他說董會抱過他 不是啊 沒有 習近平 沒有 有沒有握手相 傻子 人家有 難道都要曬給他 人家拿照也不讓你看 握手相 就曬不及 沒有穿衣服 沒有穿衣服的 不能曬 沒有穿衣服的 但握手相 一遍曬 沒有穿衣服的 就不用握手 沒有穿衣服的 沒有穿衣服的 就拍不到 不過我看 真的選極 都未能選到他 沒有 有盡量 但他現在一定能入到 為何他這麼有信心 如果中央沒有給他 綠燈 他又穿綠色衣服 他又這麼高調 中央又有綠燈 綠燈就是說 你去吧 因為我是想你做 你想想要有個人插拖打運 對不對 你又插拖打運 我補充 好 我覺得 一開始 在劇本裡面 葉劉就會是 其中一個選項 但是由頭到尾都是 做一個競爭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你太看起來了 我就覺得不是 我覺得 女人有女人的心事 例如 我認識很多女性 無端白事 花了一萬多二萬元 去拍婚紗照 其實他還沒有任何的如意郎軍 連拍拖都沒有 打電話給他都沒有 沒錯 看都沒有 行過 有沒有人看都沒有 電話的人說得很對 我們是便宜一點 都要這麼說 真是很刻薄 是刻薄一點 但是我們是最過最過最過 但事實上真是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幾萬人都發過噴沙笑 我不想再引申怎麼說,你明白了 不明白,說白一點 我一輩子都知道不是我,我都沒有做新娘 我都做一次新娘,先一輩子 所以我做不到特首了,但我都要做一個候選人 都說特首候選人 我當時認識了一個老闆,他也是這樣 問他為什麼總經理你都願意去做 一定會被人罵,說你不夠班 他說我都做過CV,當時我都寫自己做過總經理 對呀,每天都叫做總經理,CV都寫做過總經理 明白 以這樣的推論,並不出奇 有沒有祝福,先報名 如果我想,我想做一個特首人 我都真的報名了,沒所謂 報名不用全 不是,你比他多票 可能 董燕華那一屆,董燕華那一屆有些奇力怪 有三四個嘛 有三四個奇力怪 不知道是誰 真的做了 有發言的兩個? 不是,這些是出名的 還有兩三個是不知道哪裏跑出來的 有三四個奇力怪 對呀,唯一有百來的 他就過了一陣子,說我有選過的 雖然進不了,我也要報名 報名的 我也要報名的 我也要選港姐 沒錯 那你分享了一些經驗 這個我就比較衰些 對不起,衰些的說法 你那個其實就是捧場說法 我覺得沒有人會不讓他進去 他中心耿耿 你最令大家高興 和他高興的就是 那個劇本有他的名字 有得出鏡 這個開心 其實我覺得他有奶母的遺風 他媽媽是做的花彈 但永遠是吳宏那個 連任兵兒也不是 任兵兒隔離的潑線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梅香 他媽媽叫什麼名字 我記得的 開口梅香 那些叫做 我突然說不出來 他媽媽叫開口梅香 有對白說的 叫做主上 如果找到劇照頭 看到他的側面 那張劇照已經是 要曬大了 那我就這樣看 但是你說有沒有可能 進入到白五呢 我認為有 應該有 為什麼呢 大家都想看看他 有白五有機會 上去電台 看他的網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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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近時 譚志強說 什麼都不管 最重要是有新聞賣 那也是 記者在這個角度 譚志強你認識一下 譚珊說 我不管你怎樣 最重要是你搞到有新聞賣我 就行了 最重要是羅浩街 拿著內褲也有新聞 其實很折蕩的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知道 很折蕩的 不過阿箭呢 他還用那一行 他們那些是這樣的 就是你死人想樓 他又賣錢 最重要是 他起碼有工作 有工作 如果不是真的 不知道放些什麼 韓非子媒說過 賣馬車的 希望人富貴榮華 賣棺材 希望人快點死 其實他不是心底不好 只不過他的行業 職業需要 沒錯 現在馬雲 叫人要消費 就是吃 怎麼看馬雲這篇 就是因為他做這行的 做網銷 淘寶網銷 他就接受人消費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假貨好過真貨 他說他裡面沒有無牌貨 對 所有假貨 不是無牌 即是假貨 新白輪就好過New Balance 新白輪 新白輪 接著講奶媽 你講奶媽 你講奶媽 你講吧 涼粉紛紛跳了 變成奶粉 奶粉 那奶粉是否一個強勁的對手呢 如果就這樣看 CV 就是 畢竟他是百官之手 曾經做過 對 就是香港市長的一人之下 就到他了 豐富的行政經驗 當然另外那個女士 即是麒麟都是豐富的行政經驗 相反其他 譬如胡冠 或者是雞珍 陳德林 余氏等等 就分分足都沒有去那麼多經驗 不是 他是很高的級 但是他們比較窄 就是沒有那麼 broad 沒有去過那麼多部門 沒錯 對 他就 胡蘇就是兩個部門 是不是海關關長 和財政司長 沒有記錯 被人罵啊 只是讀阿奇的事情 好像做過 最初級的時候 做過那些 沙田民政官那類 即是 地域局局長 還有做過肥棒的私人助理 是啊 最初回來香港 就是做那些地方的民政官 但是那時候很低級 八幾年左右 有限的 接著 我們說葉劉的話 他就做過海關關長 之前也做過很多 不是 海關做過 高到首長級 保安局局長 有做過 入境處處長 入境也是入境處處長 之前也做過很多 我看那個制服 做得挺漂亮 但是裙子好像太短 只有他一個人有 只有他一個女人做 只有他一個女人做 是啊 未曾有一個局 海關 入境處處長是女人 沒錯 現在都沒有 沒有 現在都沒有 升來升不下 永遠懷念 不要緊 但是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就好像奶媽的經驗 比他們更豐富 是嗎 是 可以這樣說 他在一個公園系統裡 都浸了很久 但是你無論如何都不夠 那時候 曾任權 都曾做了很久 還有做得高 但真的從衛生幫 開始做過 什麼都做過 又低又做過 又高又做過 什麼都騙不到他 什麼都騙不到他 那他做的部門 最多的了 是啊 又做過 本身計 又做過 甚至管錢 又做過 管人 又做過 是沒有做過 professional 即那些departmental的 所以當時 Donald曾 曾任權 他的民望非常之高 當選之初 你記住 當時香港人經歷了 一個老董 貴姓陳生的時候 五十萬人上街 是空前絕後的 貴姓陳生是後來的 早晨 早晨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是早晨 早晨 早晨 好 香港好 中國好 中國好 香港好 好 剛剛就給我 然後整個路長安出來 不要忘記 天路人怨 那是他的親信 家臣 現在反轉回來說 我們又試過商人治港 又試過政務官治港 接著今次試過黨員治港 移子 移子地下 移子地下黨員 移子地下黨員 第四任應該又去到政務官 還是商人 今次好像有沒有 沒有了 你現在未報名 真的會有嗎 法官以前也試過 選不到 選不到 楊鐵良 李福善也選過 李福善也選過 也是選不到 但是他會有可能性的幾個 都做過官 是 一會兒我們逐個說 逐個說 我們覺得奶媽做 老老實實 我真的不想 我沒有那些誠意 就說我是女人 我就想見到女人做高官 也不需要 沒有 沒有那件事 做得好就做過 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 說性別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說那個人本身 是的 是人來的 不是性別 美國希拉莉 她就強調自己的性別身份 就變成了 是 其實應該看 你太過標榜 是的 他有這樣的方法 希拉莉 因為你那個人是個色彩 搞很多女人 現在我呢 就沒有搞過男人 他起碼 免牌就是 還有 還有一個潛台詞 就是她作為一個女人 作為一個受害者 是的 受害者的女人 因為她是她老公 潛濕老公的受害者 她是一個堅證的太太 一直坐在她老公 真可憐 美國這個哈林頓總統 是告訴全世界 雪茄是可以這樣用的 是的 沒有所謂 我覺得是很教育性 很有教育性 有這樣的老公 又有不同的離婚 這個女人都很堅 不是堅證 是很堅定 很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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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會賣這件事 但她有一件事 她很難搞得到 原來貪不是男和女的問題 男和女 老和幼都可以貪 都可以貪 貪也未必是貪錢 對 沒錯 貪權 貪名 貪勢 都是貪 她被人 擠了少少冰山 雖然 不至於 自明 但也沒有人 她也沒有人 被人擠了少少出來 是吧 你看到也很負面 你方特朗普沒有嗎 我認為也有 怎麼會沒有 問題是 她什麼都不怕死 她認了瘋 是不是炸瘋 也沒有人知道 可能是炸瘋 但奶媽做的話 我覺得幾件事 她的聲音是一流的 人道無求 膽自大 其實她說這個求 我覺得很好笑 你的求到底是 求什麼呢 你求什麼呢 你在一個公眾場合 叫做 你在一個會議 政府的會議裡面 立法會裡面 我沒有記錯吧 就說她自己的求 你現在在求個人嗎 那我出糧給你做什麼 如果我在說求個人 你現在是作為香港的官 香港的高級官員 你在求香港人的福祉 你話畢生你無求 那就是白出糧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 不是這樣解釋的 她就是說 我已經沒有自己個人的利害在裡面 她想這樣說 她的意思是這樣說 當然我不同意 整個字眼 我覺得她在 關鍵詞是一個品詞 她在稱讚自己的品好 就是說 我不怕你阿爺的勢力 我又不怕你香港的土豪的勢力 我又不怕你香港土共的勢力 我什麼都不怕 因為 又不怕你泛民 我又不怕你泛民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求 我不是想錢 又不是想美 什麼都沒有 我是要一個品 就是她想這樣說 她的關鍵詞是一個品詞 但是問題呢 很多人一看下去 比如說 你沒有品呢 現在就沒有品了 反口 出意粉意蛋糕 這個蛋糕實在是沒有品 因為 如果 中國人說 一言寄出 四馬難追 我不管你是男人 或者韋小寶說 什麼馬難追 什麼馬難追 我不管你是男人 女人 總之 我這麼大個人 這麼大個官 這麼大個官威 我出來說一句說話 牙齒凍金勢 那句說話 我怎麼辛苦 怎麼壞 我都不能夠反口 我不能夠說 福祉 反口 這句就變成 百靈神丹 樣樣都可以 我贈她兩個字 叫狂妄 到時候 你再在執政反口 將來他做不做好特首 因為我都不知道 我有人民福祉 你超過千二人 是有一定的操控性 不然也不用那麼辛苦 他沒有考慮到 Gordon 他沒有考慮到 如果真是他做 他這個反口福祉 這句說話 作為萬靈丹 人民福祉 是一個萬靈丹 將來人家就召妓你了 你又可以反口福祉 做領袖最稠的反口福祉 龍門任你搬 你隨時一句說 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就萬靈丹 我怎麼說 就她兩個叫囂張 或者狂妄 四個字 狂妄囂張 就說 香港的福祉 是不是靠你一個人 沒有你不行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把自己放得很大 這個就是耶穌 做耶穌 我是彌裁 我是上帝的兒子 我是人之子 我就是下來世界救你們 我是救主 就是告訴你 這樣的說話 但是這句說話 是不是你所說的呢 你應不應該說的呢 反口說是不是好的呢 有沒有人相信你呢 但是我看了 是不是你所說的呢 對 香港人的想法 又不用這樣 我看了這麼多評論 在聽這麼多網台 或者有人說 沒有人說我們這個點 是呀 你反了口之後 喂 那你沒有了誠信 你說任何東西都不靈 你以後說什麼 我都覺得你會彈公手的 是呀 人無信而不立 我是覺得你到頭來 將來一定用你的萬事寧丹 就叫做為人民福祉 那就糟了 我就真的怕他離了 現在 還有呢 他這個為人民福祉 這件事呢 你都很大的落差 就是沒有人同意他這個說法 這是第二個問題 他自己認為是這樣 他現在可以貫徹他的行為 而促使到他可以顛覆自己支持的說法 那沒有民意授權 這件事也是OK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人民福祉 要是六八九不做 你想他做 不是只是求人民福祉 刺官你說這個問題很重要 很多人都沒有說 就是說 他說形勢有變 是因為特首不尋求連任 這件事有什麼重要呢 為什麼這個時候是一個契機 變成你出來做這個微賽亞呢 那是什麼意思 本身這個微賽亞是六八九 那六八九就做了 所以你就批上了 你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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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慘悔了 你真是一個國王的生意 那個小朋友 你真是一個 我慘悔了 你真是一個國王的生意 因為為什麼呢 他現在說形勢變 就是因為六八九不做 所以他現在擺明 走一條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 所以如果這樣等於福祉 就真的糟糕了 這樣就我們也能含 你想想 如果這個世界有什麼清晰呢 香港很多事情都很含糊 比如說我屬於什麼派 我屬於什麼黨 我看藍、綠、紅、紅、紅、橙、黃、青、銀、紫 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晰的 就是說梁振英是一個糟糕 無論你左中右都是這樣說的 無論建制、商人、泛民、勇武派、獨立、建國 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是很難的 很難的 現在土在就是 以前那些糟糕糕糕糕都這樣說 所以你現在奶媽擺明下一條 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 所以我為他擔心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是十月二十四日 是 早錄影不用擔心 仍然這件事是活動的 仍然是 只有一件事是活動的 仍然是活動的 但是如果你奶媽走出來 拿個政綱 到時就說 其實我是不是走梁振英路線 哇 那你又再一次反響複蝕 那你怎麼說話 那你還可以繼續下去 哇 你馬上破產 所以這個是最微的 我覺得 所以奶媽很不見的 上高呢 上高會看這些東西 枉作小人 不是我們會看 大哥那些都是很深思的 我們幾個臭皮醬都可以想到 諸葛亮更加會想到 肥仔 我上一集說過 習包子 習包子 他跟我們角力 他有個好鬥子心 他是不喜歡我們香港人開心的 他就算做好東西給你 都會找周融的契機給你 是嗎 就是要把屁股放進去 那個雞腿 但是如果是這樣 他也要忍耐自己的角度 他也不會把林鄭放進去 就是五時花六時變 智商矛盾 反偶複蝕彈攻守 你是要忍耐自己的角度 就是忍耐自己的角度 我那些叫血饅頭 斬完頭之後 拿個饅頭就讓你吃了 就是他可以找到 衣肺腦 就是我覺得很難 如果我們有外資的話 就把那些外資針 斬你 沒錯 所以我覺得挺難 我覺得是難一點 還有如果真的 這件事成事 我們香港 六層 又是四房 樂得旗 還有一件事 是不是上一集 市官說 那些人演技太好 overact 我覺得奶媽把老公和子女 拿到北京都是overact 你用什麼做到 這個根本就是 異人那件事 就是我把人質放下去 現在戰國時期 我怕你不相信我 因為黃維基 因為大陸沒有廠沒有生意 空有一個政協之位 你都不會發牌 我只有這樣的前科 我這次就把老公 把老公推好 牛津不住 駐北京 空氣好 我不要 我要冒 以表忠心 就是overact overact 我覺得 所謂的阿爺 我不叫阿爺 他不會 要求你做這些 沒有 他直接 如果我說 不是說 對他 我覺得 他少看這些 他不只不喜歡 少看 瞄準你 我覺得 所以他沒有那個 真命天子相 沒有 怎麼看都不像 但還有 現在他 走錯著 就出來說了這番說話 不說這番說話 不出聲 不會說你啞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到你 真的需要的時候 你自己報名都不遲 但我想說 這個術數界 已經有人買 說下一屆的特首 是誰 是女性 可能是你 不是 雞珍 不是 就說雞珍 對 到雞珍 你先說 雞珍我要問一下次官 有一個人爆發的東西 就是在明報寫的篇文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篇文 那個人是什麼人 他是第一個爆發的 好像說到紫層層 國際視野什麼的 他又沒有說那個名字 他沒有說那個名字 但是他說的 國際視野在外面做了很久 又是專業人士 說到 他情形有個背影 展映出來 整個是馮虎珍的樣子 我呢 我就感覺到 名字都不會報 為什麼呢 第一 國際視野 跟這個職位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看到大陸 需要你三樣東西 你要搞好裡面 在外面維穩 第二 你不要搞壞經濟 第三 你要使得那些人愛國 就是愛黨 其實 團結 他用我的名字 比較好聽一點 這完全跟國際視野是無關的 有國際視野 就有官補 就不是做這些事情 他不是做外交官 不是做這些 這些事情 反而我覺得 親黨的人 會有些資格 為什麼呢 起碼是維穩 起碼是外國 搞不搞好 經濟是另一件事 所以 我覺得 第一 一講到他有這麼多年 經驗 第一 如果你說政府經驗 你不加奶媽多 第二 你說你國際視野 又不需要 第三 你隔了這麼久 跟香港的人 都有一些脫節 不是有一些吧 都很脫節 很脫節 脫節 我和你三個 我們很在地很貼備 每天天都說 因為他在世衛 叫做WHO 現在香港人就 呼 誰是馮富珍 呼 還有 你知道 這些國際地位 不是看你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是看全世界的世界 是看全世界 不會看你香港這麼多 即使香港再有沙士發生 這只不過是一個災區 我給你一個角度 但是 買陳馮富珍的人 是怎樣看的呢 就是香港經過689 更慘 經過沙士 所以 就要找雞珍治港 沙士不是因為雞珍消滅 他缺冊失當 是沙士自己 天氣冷了 沙士自己沒有 自己死 自己收皮 與他無關 2003年 所以全球暖化很嚴重 什麼菌都翻生 暖化 整個氣候改變 就很難說了 但是如果我們記得 就不是沙士 就是禽流感的時候 他每天都吃雞 不然怎麼會叫雞珍 沒錯 還有生吃 連上內臟 但是禽流感 掠掉所有的禽 倒絕這個這樣的傳播媒介 這個不是你發明的 很久之前已經是這樣的 已經是做過了 外國人是沒有一隻生雞湯的 我在加拿大沒吃過 有叫走地雞 你怎麼以為走地雞是生湯的 不是用回來自己找一隻鋸 當然不是 中央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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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就冰了 中央廚房在這裡 冰了 冰了 你別以為只有香港人 還保留在這個 中央廚房 我們是中國人的特色 湯雞拜神 以前是在家裡湯雞 一定要在家裡 我問你 你吃一些昂貴的壽司 幾千元一個人頭的 魚是不是在你面前湯 當然不是 只有香港就是 有些是 他湯了一條魚之後 放在江裡還會油 我沒吃過 我覺得那些很殘忍 那些都很殘忍 我見過在華西街湯蛇更殘忍 那十歲的女生 拔一條蛇出來 找一隻腳趾鉗著蛇尾 一裂 那一條蛇的骨 被它裂開了 那條蛇沒有一點都沒有一點 然後伸了手指 拔一條 手指夾 手指夾到膩 不知道是否傷了刀片 一割 就撕了蛇膽出來 你吃過嗎 沒有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台灣人來的 華西街 台灣台北 那個美妹 你出生嗎 我小時候跟我爸媽去華西街看過 是嗎 很恐怖 你不要揭露你的年紀 你查到的 我保持得很不怕 查到的 你在哪一屆 你那屆冠軍是誰 不要說 不要說這句話 判先生 不要說這句話 華西街的十歲的女生 蛇膽很殘忍 這頭拔完蛇膽 這頭吃完 你香港的街市一樣是殘忍 他扔到肚子 那時候的蛇真的不生不死 我不是說 這些吃昂貴的壽司 其實除了活海露 即是活海露 即是活海露 蝦 還有這個龍蝦 除了這兩個東西 是活的有機會 其餘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 不需要 全部都是在竹地市場 飛過來的 死了九世紀 起碼兩天 那些伊西海露 即是龍蝦 他做了之後 上桌 他的竹鬚還會動 很殘忍 我簡直看到叫 湯圓殺絲麵 上一分鐘見到 在水缸裡 這一分鐘拿出來 龍蝦會叫 耳之聲叫 不斷動 但他不是聲帶來的 可能是甲殼和竹鬚的聲音 可能是 但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感覺 你的感覺不好 人家有神經線 而且還看到 嘴噴百泡 真的很殘忍 你的感覺不好 其實作為廚師 我講一句 有一本東西 其實是吃的美德 其實我們要反思 我們碟裡面 是什麼 我自己煮東西 我就會很責怪自己 如果我煮得不好 因為我煮得不好 而令到客人不吃 而生命是白死 我是覺得我很過意不去 他已經寫了 去到我手上 我有一個責任 令到他盡量好 接著客人吃了 被人吸收 被人吸收 起碼他的生命是延續了 但我們往往是 不接觸碟裡面的生命 他曾經活過 他是犧牲了他的生命 令到你的生命可以延續 所以我們一定要尊重碟裡面 不要說地球上 有十億人在捱飢荒 這是另一個問題 分開來說 但怎樣我們都要尊重 日本人殺生很多 而且很殘忍 但你看到他們廚師對食物的尊重 在中國很少見到 或者華人地區很少見到 我想他那個 我的經驗 因為我上一份工作 我跟你說過 我是去過 做一些抗 去過蒙古共和國 愛蒙古 是一個獨立國家 他去到西部很偏僻的柔木民族 他不會吃素的 所以有些人說 不吃動物 如果蒙古的牧民 不吃牛羊 那吃什麼 冬死 他沒有草沒有剩 沒有樹木 沒有花果 沒有菜 沒有種植 他說 他把一隻羊出來 每一個部分都吃光 當然 他很珍惜 正如他所說 他的羊 他跟他一起生活 也會養 但是當他養那隻羊 他是很尊重那隻羊 而且他沒有給他太多痛苦 還有他不會浪費 身體的沒有一部分 我覺得這就是精神 如果你看到大自然 比如說獅子老虎 獅子吃的斑馬 吃完柴狗 又剩下的 然後鱷鷹再剩下的 其實所有每一塊 都會化成另一些動物的一部分 然後再繼續循環 即是動物狀 是的 即是我這個世界 就沒有說叫做殘忍 就是他本身 只有一個 食物鏈是要這樣循環的 所有東西都是珍惜的 我覺得我們的問題 就是 你想想美國養多少雞 做多少蛋 全部丟掉 中間的廚餘和浪費 是嚇死的 這些是職業的 將來就知道了 我們找一集要講這個環境 一定要講這個環境 關於飢荒 關於飲食的道德 包括桃左葉 烹飪 其實我覺得無線 對不起我知道你舊公司 但是 關我的事 你不要說我舊女人 好 我知道 我把舊公司做得很好 你舊公司做得很不好 找些 說我知道 寫著說五萬元的鮑魚,這樣才是吃的,這樣才是蠔 這是一個很disgusting,大陸說那隻狗,你吃狗就夠混蛋了 他還要活燒那隻狗,這次說的很噁心 吃鮑魚又要五萬元這一隻,其實吃東西是不是這樣才為之吃 是不是這樣為之生活 炎耀式消費,我們下次再說 又說回這個雞菇菇 如果不是馮會珍,怎會說這些 雞菇菇我認為根本就不會,她自己也不會 入也不會入,你們就找些東西說 明報那篇文章,我看來看都是寸作符回 現在就當真了,真好笑 反而不是,鄉雞頸,鄉雞頸以前 為了偷步買車的位置 那個三角頭 那個在大學的時候就叫鄉雞頸 姓梁的也是,這位是梁先生,是知識分子 他以前是國水派來的,是國水派 你是小人來的嗎 不是,他是廣大的 我們是中大,他是廣大的 我們認識他,他也是國水派 他是那時候搞中國州,全部阻傾 是大中華膠來的 他老婆也是,當然 他老婆有段故,我一定再說 他有沒有機會呢,就未必看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覺得 他也是一個辦事能力很高的人 因為他曾經做過美國某大銀行 兩間的,你是學家 一個叫萬國寶通,現在的花旗 他那時候叫萬國寶通 另一個就是踩市銀行 或者踩屎銀行 就是那個Chase Matton 我們那時候改了花名的 那是大銀行 在美國來說是... Chase被人買了 我講一些花名,現在跟JP Morgan合併 Chase叫踩市 那個摩筋就叫摩一下你的筋 另外有一間叫Man Trust 現在被人合併了 Manufacturer Hanover Trust 那間叫盲屎銀行 就是盲屎銀行 所以現在被人收購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是Chase的部分 還有雷曼契弟 雷曼契弟 雷曼契完全沒有 在哪裡做 在盲屎銀行 真的想不說錯也不行 因為他的名字叫Man Trust 很多人都認為這位老友 香雞頸會有機會 但他現在還沒有什麼動靜 這個傳了很久了 他傳了幾年了 傳了幾屆 屆屆都說他有花 你認為怎樣 我覺得他沒有行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想其實也有些污點 那個污點就是偷偷買車 你始終是經過一件這樣的東西 下台 你再拿出來 其實有什麼必要呢 不過我覺得他是 嘲忌的 他是不努力的 為什麼不努力呢 他娶了老婆 就叫福明霞 他取完福明霞之後 香港整個市 什麼百業蕭條 全部都倒了 我就不相信這些 但是他老婆是 跳水王后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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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叫福明啊 還有一個名 福明霞 那就是南鬼 福明霞 Eph明霞 說在當時都錣 composed 而且是說 尋面霞 你們一前零件 那個貼に 那時候叫做 那時候香港事人二付 都沒有辦法 現在 cũng說 是些股市 都暫時還已經重work 但是 梁錦松是當前 當時香港真的很痛苦 不關他事 但是他是一個黑仔 即是腳頭不好 那時候就是老孟董 其實有很多因素 你知道那些人是迷信 所以我覺得幾十元加起來 其實都比較渺望 我感覺到 表面 我感覺到每個人都一定是 表面要做出我好為香港 我就一定 鞠躬正順遂 我好像是朱鎔基一樣 拿著棺材上去 還要給大家睡覺 我就準備來死 但這位鄧卿不是 鄧卿你有沒有見過他 說過一句話咬牙齒齒呢 沒有啊 還沒說 有沒有人相信你 你這麼久都不說 有沒有人相信你會這樣做 接下來可能會說的 即使是六八九 當然他也要睡身做廣告 又是為基層 為基層 拿著筆拿著寶 拍子寶 那些戲 做足戲 這麼多人做足戲 剛才吃的東西又吐出來 這個並沒有做過戲 但如果剛才我們說了這麼多人 以男人來說 男女都一樣 馮富珍比較順眼 但他好像跟香港內部的事務就沒有關係 好像不夠這方面 但如果人都順眼 也不是很討厭 但他又跟香港很貼得緊 就是梁錦松 這個事實上是 因為他始終是那部政府裏面做的財政司司長 還有一個人 陳德林 如果要說經濟 更有職業 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到唐英年和梁錦松 他們兩個都曾經做過財政司司長 有意無意 他們是在支持胡蘇珍 三個一起拍照 還有很多在幕後的背書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梁錦松就不會去的 他心目中希望莊珍去的 還有馬房就一直就出財政司司長 因為莊珍去了 他自己又不會做那份壞工 很辛苦 做了戰把 但如果莊珍去了 對於梁錦松和唐英年這群人 他們心目中要做的事情 可能有人做到 需要自己做嗎 即是一個利益集團 找一個代表出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覺得是否真的這樣看 不知 起碼工作有這樣的感覺 那也是的 狗也有一個Alpha Wu 一定要有一隻座哥的 狼也有一隻Alpha Wu 現在誰是Alpha Wu呢 如果有這麼多人 都仍然是… 狂英年 不是 狂英年退了 都是現在的胡蘇珍 是Alpha Wu 所以有他在這裏 這隻第二線 第三線 是不會出來霸的 你覺得不會潛穴 不會霸的 所以現在我想我們要 可能要猜的一件事就是 節目是24日出現 如果去到24日 都不批准莊珍辭職 就已經是天大笑話了 但這件事就不知道 我感覺到不會 所以如果已經批准了一個辭職 他的政綱都出來了 他的選舉工程都出來了 他的標誌肯定不是Winback那麼老套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他應該有冠軍相 是的 有一點黃袍穿的衣服 即是似無似樣了 行不行就不知道 最後算 這個說完 你說陳德林嗎 為什麼你覺得陳德林說得這麼厲害 是另外一隻馬來的 因為現在香港兩項目很大 你覺得他英俊嗎 不是啊 大佬 陳德林都是中大的 陳德林 為什麼覺得陳德林有機 因為有很多人說 我們討論一下他 我想他的背景可能是 Gordon你比較熟悉 因為他是金融那科的 他是教授 他跟梁錦松做過先後同事 打公司也做過 他也去過渣打 只是很短時間而已 嗯 香港現在大鑊在兩項目 一個是法治 一個是經濟嘛 是不是 要做回其中三個希望呢 其中一個是搞好香港經濟 搞好經濟啦 那是不是經濟佬 拿到FIT呢 我又不知道 你想想一下 我們在說中國鄰近地區 只是2016年走了五千多萬億 不斷地走資 別讓李嘉誠跑了 你寫到多少文章 多麼善情也好 照走 不理你的 那為什麼呢 你想想 其實在說李嘉誠 就是世界各地看香港 都覺得香港走樣 香港不對勁 香港現在你的評級又跌債 說明中央插手 中共的干預太厲害 管治又有問題 政局又不穩定 如是等等 所以現在我覺得 習包子要是被法官出任 要是找一個懂得管錢的人 女人就浪費了 你政務官 為什麼你一個人有很多經驗 下面有很多人有經驗 托住你就可以了 陸業夠多 卯單一朵就夠 如果是這樣 我是很主觀的 我覺得課比課 如果真的講金融經濟 很難去找陳德林 因為他太窄了 為什麼呢 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做銀行和金管局 銀行和金管局管的東西 是可以穩定銀行和金融系統 不過 不是那個大盤 做不到那個大盤 做不到整個經濟的規劃 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這個大盤 只是阿爺想要的 其實如果實事求是 他做得好不好不知道 因為聶業樓說他會放棄 他放棄了九年半 就是說有一個人做了兩屆財政司司長 而在這兩屆裡面 香港也有很多風浪 但是他沒有大的差池 而且他是很沽寒 很沽寒就是說 保住我們的錢 但是你也都政府 但是保不住高鐵 機場三宝 但是那些你知道他有的 六八九在那裡 你想不死就行了 港珠澳那些東西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財政司司長 真的度過了九年 是的 他是做了一個大盤 你不要理他 意思就是說 一個 兩個都是醫生 一個就是 讀了很多專科 而且劏過很多手術 他有實戰經驗 另一個就是做研究 或者做一個比較窄的 我不是說他不聰明 陳德藍也很聰明 但是如果說經驗 這個好像比較高 但是爲爲爲爲爲爲爲 在這個雜包子眼中 喂 你香港人要什麼 我當然不會相信你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難題 我相信你意 那我就民主政府 我就不想是獨裁 那如果在這個角度看 會不會他寧願黃袍加身 落陳德藍到呢 他都不讓你們 你這個裝爭 因為你太受歡迎了 我不讓你協民意 即是功高震主有少少少 你咬氣還咬氣 咬氣後來都要聽話 如果你陳君肯聽話 就算誰有空誰做 但是陳君指不指一觸他 如果你後面要有人指他 不如就給曾君做 曾君是爭不聽話 他肯聽話 又不是這樣說 現在我們言之未早 太早了 你不知道他突然說自己做的時候 不知道他會說什麼 不知道他會說什麼 我現在跟你說 你的貓都加入 你的貓都加入 我覺得這樣 其實 這個 他嗎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始終我覺得陳德林 和莊曾的分別 就是莊曾是他比較廣發 但是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上一集都是說這件事 莊曾唯一一樣 我們覺得 就是因為民意太高 民意太高 因為你說是一個地方官 地方官的宮高震主 從來都是歷史上的大忌 君主大忌 你有廟 確實是廟 我拿了一張照片 而且香港的反對勢力 都能夠被你籠絡到 我還會讓你做嗎 但你覺得陳德林 其實如果在他自己來說 他是不是很願意做這份壞工 也未必 我覺得他 如果我是他就不做 當然了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因為這份所謂金管局總裁 是一個很奇怪的工 全宇宙只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當年任子剛自己 量身訂造 就是叫做三個字 沒有網管 他多錢 人工又多 權又大 辦公室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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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管不了他 行政局管不了他 沒有 老闆也管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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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管不了他 就是他設計成這樣 那個工 那個工作描述是這樣 香港特首也管不了他 但是他連年加工 任他加工 如果他控制那個基金輸了錢 又分錢 市場惡劣 風急浪高 如果賺了錢 又分錢 他就寫了網址出來 哇我多威風 這個白頭飲做了一個這樣的位置 聰明 現在 Norman Chan 一個拿命診 可以這麼幸運 坐到這樣的位置 而養天年 我是他都不走 我也不走 說真的 你特首這個位置 除非是權力欲分心 都不肯 要不你誰想做這個位置 有一個留在口水的 如果揹著兩個水桶 就是麒麟 就是麒麟 都說麒麟買大開小 希望買不到這個位置 都曾經 舔一些東西 都舔過 你信不信我們現在在做節目 他在睡覺 敷著睡眉膜 流著口水都在想 當然 為什麼麒麟那個內閣呢 又要說一下 他說 找這個 容凱恩 做這個 政務司司長 不是管務廳嗎 是啊 找那個 盛志民做財政司司長 哎呀 還有找那個 黎桂芳也做了 找那個叫做 何君堯做政司司長 哎呀 嘩你真是想暈倒也不行 你講而已 不是我看那些 他真的這樣說 不是 據傳聞 據傳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所以說如果葉劉做了特首 我解釋給你聽 我又說葉劉 我太愛他了 你很愛他 就是說 那個政務司司長 是吹喇叭的 是啊 就是容凱恩 還有俄公侯 唱夢伴的 吹喇叭的 高差的 另外呢 那個財政司司長 是扮女人的 是啊 最厲害就是那個 律政司司長 他是做社工 以及叫人剝衣 有沒有律師牌 有 有 何君堯有 還有他義工會恐嚇到別人退選 義工恐嚇別人退選 當著這麼多人面子 在城市論壇 結果女人剝衣 老實說 我老友 嚇死你了 找回他的官員職給我做 是 電檢署署長 以前那個是華德 華德 老友 起碼找回電檢署 或者Garry 現在那個 商務 什麼 管 是啊 你是不是想經常看那些四仔 當然 不用了 你叫探長過給你 他幾次 Lance也有很多 經常看的 Lance是探長加持才有這麼多 聽聞 好像現在什麼都會 現在又不肯給我 又叫我上班 不是 他上你石身 探長也為你好 品次叫探長來講 那我們要訪問你 你是不是一天五次 沒有啊 一個月都 一個月都真的埋不到位 今晚公主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講完你這樣的結局 最後那個說法是甚麼事 都衰不中不軟的 我們那些想法 為什麼快樂 現在倒數剛剛好 正常快樂 嗯